开始 一般点钞是运用言 手 配合进行 蒙言手动点钞挡住了主要的视觉 这让挑战者无法看见锁点章竖 只能通过触觉和听觉来判断 而现场的声音也会对挑战者造成一定的影响 在重重的阻碍和压力下 四位挑战者能打破178张的世界纪录 挑战成功吗 蒙言 我们的四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清点 接下来请把各位清点到的数字写在答题板上 认证官和挑战助理就位准备验证挑战结果 我们先验证中国建设银行张晴 先看看他自己写下的挑战张数是多少 他刚才30秒钟认为自己点出了185张 这个数字是超过了178张 但是这185张是否准确 我们要来由认证官进行验证 198 果然198 点钞机两次出现同一个数字 来 看第二位 中国银行李力 他的数字是 190 一张 191 我们再来看第三位 中国农业银行 毛红利的 他的数字写下的是 20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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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看看这轮到底有没有人还能打破191这样一个记录 我们来看中国工商银行铭静的答案 他写的是202 这是到目前为止出现的一个最高数字 也着急 202 卓敏静 30秒蒙眼手动点钞 202张 成绩有效 恭喜卓敏静创造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 203 70秒 正确闲 正确认